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 Risepine跟Low Rock 其實這個 然後用Risepine叫Low Rock 做這個Gamer 那其實現在蠻多 相關的應用感 比如說要講外面 阿輝氣候 預保 他們也在用這樣的東西 那 所以我們是團聖牌 我是SoSory 我們是官方証教廠 我們也是做一些相關應用的推動 有辦活動 那這個 對我們這個有發帖子 今天在Postop有發帖子 然後我在跟阿輝 維西歐片通 還有在WolfoX的 這一定有在Low Rock 發帖子搭配自我去用 那這邊是我們的Risepine 然後是一個AVM 就充滿AVM機油的貼紙 那 我們其實今天主要叫那個 WolfoX的 很容易做那個 IoT的內容給位 那從開始我們可能想要先介紹一下 什麼這個IoT感 但要提起大家 大家可能就是 大家可能都 名字一張爛 那反正我們大家可以 照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 那反正就現在 我們現在有各種感測器這種裝置 那不然我們的 生物周遭 那都有 比如說這個 肌肉測器啊 那個 植物的 什麼叫做 食物的感測器等等 那因為呢 這個感測器啊 可能在周遭 那本身啊 它需要 低耗電 因為它可能不會常常 天天的充電嘛 那 可能就差不多 可能月月之後 才會 就是在那邊看 希望我們不會常常 天天的充電 所以要等它 傳輸的距離 所以要保留資料器 它那個 傳輸的距離 可能就是 不能太明顯 不然你會需要 產生電 所以要需要低功耗 那所以這些感測器啊 是感測器 帶著穿的 用的等等 這些感測器 可能本身不直接 連障不入 它透過了 會透過不同的 物件網路傳輸的技術 那最後 連障可以找到 然後最後 傳輸在行進障 那這樣的概念 就是所有裝置 最後會連障 一種概念 讓我們成為是 IOC的概念 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啊 在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未來的 世界大統的 重點 從第一想說 那可能 有一個東西 是重要的 在無線傳輸 這不是感測器 很重要 那在無線傳輸的 這個紀錄也是重要的 那 其實在以前的時候 是比較長 在這個過去 20年的時候 比較常 著重在 傳輸的這個 Lowport Lowpor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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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要有大 要傳輸的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可能 比如說 80201啊 NAP C 等等 那 後來是到 GSM 3G 4G 5G 等等 它都在 高的頻快 但其實 在過去以來啊 在這種 長距離的傳輸 第一組 的傳輸 這種 就比較 之前比較少 之前比較少 來傳輸 所以在路面 我們是在 這些公司 他想要 他需要提供好 提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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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需要長距離的傳輸 之後 在這個地方 在這樣的技術 他就有 他的市場出現了 那這種技術 實在是 流體溫 這個區塊 是流體溫 那這種技術 到底是什麼時候會用到 比如說 農業監控啊 像那個外面 那個 他們就會做 新年他們就會做 一些農業監控 他們想要 記錄這個 這個田地的 這個 土壤的一些溫度濕度 等等 土壤濕度 那可能在這個田地之間 去離奇公平 那可能網友Wi-Fi 可能有這個 三區十區的技術傳 那可能會需要 投入的 可以採用 一些可以採用 你的區域的這種 技術去採 那可能會不會電療 那可能會電療 很長 在人家的地下室 都在路上 那可能已經 已經建立好 你需要那個阿顯卡 那個通過一些技術 可以讓他把資料傳出來 那些所重複 那這些孔技術 它其實有多不同擅長的技術 那你可以看到 有些技術它能強調 它的體管很高 它的體管很高 有三區四區武器 它可能會傳很高的體管 那比如說 也許可能希望在這個 這個去年間 我們會講 LT位 它就在去年間 那很希望會在那個 它的延遲性 可能比較高 或是 它可能 它不需要有幾次的傳輸 所以不同無線傳輸技術 它就是它的特點 但是其實技術本質 它沒有什麼 本正面有時候 什麼好 技術好 什麼不好 但是我說 你說你適合 你選擇這個場景 使用什麼樣的 這樣子 這樣 那LT位 在講這個 LORA之前 我們還是在繼續講LT位 因為LT位 其實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一個技術的名字 那其實在很多下面 其實是 像Sigbox LORALWIN NBLT 等等 這就是屬於LT位 這樣子 但在每一個 每一個 這個 這個不同的技術 其實都有不同的 那像LORALWIN 其實是 LORALWIN 其實是 另外還有 是未來的 有時候有個機會 所以根本LT 那是有那個 華為啊 或者是那個 Nokia Iris 那我們目前 台灣比較 這個 總是在LORALWIN上面 這樣 那到底是不是LORALWIN 那其實在這個 這個 講的LORALWIN 我們就會從 Ocean的這個 模型來看 比較容易理解 那 從Ocean 現在是我們會去 一個其他地方 如果我們要傳一個 一個資料到這個 從 開啟 然後 然後 看一個資料 不管是 不管是從 這個 Ocean的模型來看 那不管是從 這個 Physical層 美肌層等等 不管是沒有 五線有線 那上面都有 TZVIP 那 這是一個 成熟架構 但LORAL 本身 什麼都沒有 上面 什麼都沒有 它下面有一個 實體層 可以看到 對於它 Ocean的模型 它只有第一層 高位 Granway其實就做在第二第三層 這樣 上面就是沒有 所以上面什麼都要自己做 它真的好處 或者怪處 好處就是什麼 這個呢 都需要自己做 怪處就是你什麼都要自己做 所以是優勁的確定 那 那 再回到我們 那個 Andora的本身 到底大概是 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 Andora是 其實就是 法國的公司 不適合 後來有間 Sentic的工廠 就把它收購 然後都要去 轉閉 它本身是一個 實體層的條片技術 那它用的是 它主要的條片技術 它其實是一個 這個 它用的是 CAC的條片技術 它用幾個 大概是一個 像ISM的 因為 133啊 868 915這些 這些 工業啊 科學啊 醫學這些 可以沒有升級 可以死掉的 那這次就是 地工號啊 一直要跟長距離這樣 就是地工號 在很多些 那比如說 它可能在 收資料的時候 是死的人 命案件 那如果是 是一本模式的時候 大概是 兩百年 它可以長距離 可以長距離 從五百年公尺 到十五天 其實很遠 所以可以涵蓋很多 很多範圍 那它可以 可以找到 負離三線DBM 那資料 資料率 就是 大概300kbps 到50kbps 那這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 從這條片 減條件的東西來講 本身它是一個 實體產品條件 提出 所謂的條件技術 其實就是把 第一型的高頻 就是原來第一型 可能就要傳來人家 透過高頻的掌播 就可以讓大家 就是 可以讓它 再透過這個 CSS的掌停技術 就可以讓它 可以 發送比較多的人 就是比較 高頻率可以比較低 而且可以 就是 功率可以比較低 而且可以 輸入傳送比較遠 這樣子 而且比較容易受感 這樣 那這個條件技術 就是這樣 那所謂的 長距離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 它可以從 就是 五百公尺 五百公尺 到十五km 那這個 就是因為 你什麼都要記住 所以其實有很多參數 如果真的要 你實料的時候 有很多參數 你需要了解 因為它可以去 這個參數 你就可以調整那些參數 那去 就是選擇適合的 比如說 料成的速度啊 或者去演技術啊 這東西 比如說在一些成熟的 一些這個 無限機組 比如說在藍牙 在這個 Wi-Fi機器 很難從裝飾上面 不太容易去 做這些設定 但是從 都要自己玩的話 可能就要對這些東西 了解 那比如說它的 所謂的這個 低資料率 可以看它 就是一些可以設的參數 那就是所謂的展平因子 SM不是它的展平因子 那不同的展平因子 它的資料率會不同 那這樣子就會影響 這個展平 就會影響 這個產生距離的重點 那你可以看 它的 當那個展平 因此越高的時候 就是 SM越高 它的資料率越低 但是這個資料率是 BTS 0.3 BTS 這一次抓 音量中大概只能傳 這個300MB 那這個意思就是 假如我們傳一首MV3 假如4MB的話 你可能要傳一天 可能要傳一天 所以它資料非常慢 它資料就是這樣很慢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它們傳很遠 希望它們傳可以算到 10公里 10公里 你用來把一些參數條 最大的時候 你傳個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 像個照片 像個這個MV3出傳 這樣很久 那這東西都很計算 其實這個MV3 這個無線通訊 有些公式可以計算 但是這個Sentac Sentac就是 拿到賠很多的公司 它就很好吃 它就做一個計算機 計算機 那這個計算機 叫一個NV3 NV3 NV3 就是一個 連結的預算 就是通過一個 你預算越多 就能穿越多 就可以穿越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參數 調整 把你的預算機 調整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計算機 你就會看到 即時看到一些 NV3的改變 那 有Laura之後 那Laura文是什麼 Laura其實是一個 公開的標準 這樣 那其實總點是在 定義整個網路 整個 Laura的網路型架構 這樣子 那 其實Laura在 Laura文裡面 它只有在 這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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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左邊這邊是所謂的 人中端方式 就是 弄的 人中基因弄的 那這邊是所謂的 雜道其實 那這邊是 這一段 是透過Laura的傳送 在Laura文的架構 這一段 是Laura的傳送 那 那 Gateway到這個 我們公開講 Ningware Server 或是說 那個 就是常見的那種 TCPIP 可能3G4G Wi-Fi等等 這些 那 它的本身 在這個本身是 Laura的雙向傳出 雙向通訊 那它的雙向通訊 是一種形狀 所以形狀就是說 你跟Note 它其實做的類似 廣播放置 那到最後 就Gateway NGateway會收到 NGateway會收到 那做某些Gateway 可能會回應 這樣 最前的那個回應 這樣 這可能就是Laura文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是 有Laura文之後 你的 就是你的設備 你可能就不需要 是 就可能 就沒有辦法綁印起 就沒有綁印起 那如果是 如果做PVP的Laura文 可能單給人 這個 就是裝置 比如說 用了跟Gateway 之後做PVP 就裝置 但是如果加Laura文的話 就不限裝置 不限裝置 那它目前 Laura文的這個 operator 就是那個 雅肺電器 目前這個 雅肺電器開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跟 雅肺電器電器 夫婦的話 你可以接到他們的Laura文 那 我們怎麼樣 用瑞士牌的Laura文 去開始 使用 開始玩這樣的東西呢 那 瑞士牌的一個 信用牌 大小的變 那它的規格就是 它上面有藍牙 有Wi-Fi 那些 那些東西 那上面最特別是 它有HPL 上面那些角位 那有的角位的話 我們就可以 控制硬體這樣 可以控制硬體 那我看你上面可以寫的 是 例如是Di Python 那我們選擇的是 同樣會選擇的是 Python 有Python的這個 韓式庫啊 很多的 先幫你Python 這樣 那現在是 就是 所以是看來看 瑞士牌的Python 講Python 目前還蠻多的資源 都在Python上面 那我們用了Laura的模組 尋用的是 Microchip 就是Bite Center的模組 這樣 那它還是有些測試 長距離15km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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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你如果要看什麼瑞士牌 那 你如果要看什麼瑞士牌的中 這個 R283 Negrochip 這個 模組 開始使用的話 那 大概 這個 這個 上面有瑞士牌 那你透過 一條 就是 USB的線 或是 UR的介面 就會開始 跟大家同學 那那個 R283 這個模組上面有一個 NCU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UART 跟這個 M2做溝通 它可以下 就是ATCOMMAN的指令 那你就可以 跟條件 跟參數這樣子 那 它這上面 這個ATCOMMAN的 大概主要是一種 SYC 形容的 還有是RADIO 就是做射頻 RADIO的射頻 就是裡面 就是裡面 接收 就是發送啊 就是 Transmit 就是 通過RADIO 那還有MAT的指令 就是用設定 DRAW 這個指令 這樣 那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一下 反應 相關的參數 大概像這個樣子 比如說 我們可以透過 它設一些 868的頻段 那比如說 VW就是MANUIS 可以設500 那頻繁越到的話 可能的 傳統區就越有這樣 然後這個POWER 就是可以拿 功率 那 然後它又8到12這樣 那 比如說 這個SYC 我們有斬頻音質 它可以從7到12 那斬頻音質 越低的話 它的這個 這個 講義越慢 又要傳統速度越慢 傳統速度越慢 然後它可以把它的距離越遠 然後再次 比如說 你今天用WASHDON 然後最後 就可以開始 這個 開始發送 發送就是TX RADIO TX 比如說我們要發送123次 我們就講 RADIO TX 它就會送出去 那來接下來 剛剛概念是這樣 那接起來 實際上接起來 大概這樣 這支RADIO TX 那可能透過的UR 或透過的USB 這個 MicroRADIO TX USB的線 那接到它是這上面 那這我們假設現在 既然是一個DDI的一個天線 那就可以使用 假設我們有 這個 多 有兩個 有兩個NOT 就不像這樣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那另外一個NOT 就不像這樣 那上面都 有兩個NOT 那所以 一個要收一個要發 所以假設我們這個發送段 就可以下一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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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段就是 可以接收 那如果接收的話 他們就是收一段時間 他就會 開放 再去 等待 去收 那跟著 Network的 這個火燈底 就要為不拉 停住 所以說你可能啊 就是在收的時候 你等到拍照的時候 才可以收下一個 之類的 那 假設一段一段一段就是 落體主題的 接主題的假設也會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在上面 做多看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 這個Gayway的東西 就是要往設計的Gayway 那就是如果要做Gayway的話 就需要考慮的事情 比較多 需要考慮的事情比較多 那從整體來看上 或者整體是LauraWay的話 整體是LauraWay的話 那我們Laura給Gayway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找 他是可以依對一步 可以一個 減多個這個 Sense and Loan這樣 那我們可能需要考慮的多一點 因為他比例對一概 可能稍微複雜一點 比如說我們想說 他的Loan的 有一些 比如說他有這個 ABC class 那我們要試做成那個class 就是Loan的class 那不同class 他可能有不同的 這個behavior 跟不同的行為 那不同的行為 可能要考慮一下 在他補他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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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設計一下 那比如說 他送阿羅阿 那我們用阿羅阿 就用 用採討阿方式去做的 那 Gayway的話 我們要做是 用Race來做Gayway 那Gayway的話 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做 不同的這個 傳統線線轉換 比如說 我們用Laura跟WiFi接線 這樣 我們收到Laura資訊 我們通過WiFi阿 通過TOK的EV 然後把這個資料傳出去 這樣 這就是Gayway做的事情 那我們使用 一體答案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 你會有Python Python Python分別是 當作是兩人動的 那再來是 這個 Macuino Micro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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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組 那 那 使用前阿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到底我送資料怎麼送 就是你可能要考慮 這個風包的何時 就是你傳送 你可以很簡單 比如說1,2,3,4 但如果說資料多的時候 你可能要創交複雜誌的時候 你可能要自己設計 我們的Python 跟自己的那個 Pro 就是同一協定 就是自己的風包這樣子 那 比如說 我們可以這樣設計 比如說我們 它這個上面 在Microchip的 模組上 可以送 0到0的資料 所以我們 呃 我們就只能送Data F 那 而且 所以說我們只能送 它自己的方式 但是我們可能 在設計風包的時候 我們前面是送 開始 就SOH 那我們 假設送的資料是Data 那我們在Data的時候 我們去先 先 在這一個欄位 去期待說到底 送的場合是多少 這樣 那最後會有CR 還有F 那所以說 如果說最後是 這整個風包 這整個風包 然後這個Paylon 我們再用JSON 去把它做封裝 所以對方又收到 都會把JSON 解開之後 他會去看 關於你是不是有氣勢的 是不是有氣勢的 開通 那個場合是多少 但是可以跟那個場合 去記載說 來 電話值得多少這樣 然後最後看 是不是結了一個CLA 那如果 這個 如果他收到這樣的資料 可能是 發現沒錯 大家就知道這個 這個Paylon 你收到是滿真的Paylon這樣 因為如果我們在收很多 送很多資料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要把一個檔案 開始灌的時候 我們可能 就是 比如說Nav3 那我們可能 把那個 這個Nav3檔案 開始切一些 切很多Paylon去 切切很多Paylon 這個Paylon 風包去產生 那我們可能突破障的方式 那 對方收到的話 他就可以檢查說 大概這個 是不是有完整收到的 那 除了之外 我們才會收到一些F機制 就是 Gayway跟Nav3檔案 之前可能 你收到之後 到底會不會 Gayway收到之後 他到底有沒有收到 他可能會需要 回一個Nav3檔 這樣子 那讓這個 讓這個Nav3檔案 他就知道 收到Nav3檔案 他可以知道 我們需要送送這樣子 那如果說 Gayway如果一直沒收到 他可能就是 弄的需要送送這樣子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 通過 這個C設計 可以送送次數 就是三次這樣 他如果發現 送去Gayway沒收到 他送了三次 那沒有收到 然後他就挺 整個比較爽 那實際上 架構大概這樣 架構簡單 架構就是幾個 幾個拍 比如說 弄的 一個弄的 然後兩個Gayway這樣子 當這個可以弄的 傳送的時候 其實是類似某個方式 就是說 比較緊的 每個Gayway都會收到 每個Gayway都會收到 那到底是會很危 那其實就是靠近的 所以靠近就是 它那個 訊號比較響能 通常會回它這樣 它會回個Land 這樣 那一樣 如果下面的另外一個Sensor 它打過去 它會破廣播的時候 那 每一個電位型都會收到 那 你是靠近的會發 靠近的會發 這樣 那 我們大概就等一下 可以摸一下這樣 我們最常的講度說 因為Lora的燈牌 還是因為 其實不是太多無線訊號 所以我就會做硬體的 那種 硬體的 裝置的時候 那 你常常不知道 那到底是拿回去 訊號是不是正確 或是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送出 送出就是哪個訊號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這個 分布分析來出錯這樣 那 分布分析 有人沒有分析之後 你就可以看說 到底訊號是否有哪出錯 不然有些這種硬體的東西 是用 用大硬體的這種 像用 HTB的 罐子 軟體出錯是卡不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要用 硬體的方式 叫做硬體的方式 來出錯這樣 那 那個訊號的方式 我們就要用 分析來出錯這樣 所以我們就 大概 我們大概 會直接摸一下說 大概做的時候會怎麼樣 那就是我們 根據我們在沒有優化的結果 就是我們用 剛剛那個 拍跟NORA這樣的實測 就是 它大概可以到 5公里 就是從這個 這個 就大概 再一次可以拿 機型男視角 就它都會那邊 可以進去拿 大概是5公里 我們實測結果是這樣子 那如果如果優化的話 應該會被 可以到 7、8公里 應該是沒有 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 就是先 先用一個簡單的 例子 那上個 上個是 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就是 這個就是 一個很簡單 我們現在做了P5T 那這個就是 很簡單 就是講說 當作是這個 那個那個 那我覺得這樣 那 那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體 另外一個就可以發送 另外一個就可以發送 另外一個可以發送 這樣 這樣 那 它如果另外一台 不知道哪一台 這台我猜 它 右邊就是在發送 就是 這邊 這邊如果一發送 那他們就會收到 那附近就會收到 他們覺得背貌 但是 這麼靠近都會收到 可是 都在兩邊都可以收到 因為 LORA其實 它的功率很低 就是 都要其實很 很受這個建立物的影響 就是可能 隔 三四個 隨機場就收不到 可能沒有 七八個隨機場就收不到 就是 它它也要在 高的位置 你看高的位置 然後中間是要 快破 不能有東西打 不然常常 如果說 買sposter收不到 它很隔三個房間 這樣可能就收不到 再加一些產品 沒有設定 但是有一次 它的收據就 非常不好 這樣子 因為它一定要在 通貌環境 NZARCOMIS 都一樣 在通貌環境 它把它做到這個 遮瑕 這樣 如果說 這是簡單的 P5DN 那說之之外 就是我們想要 做個這個 跌位的話 就是要 做個類似跌位的效果 讓我們 這有點跌位 做個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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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 這個畫面來講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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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旁邊就是 有這個 弄的 但是如果 如果這一打的話 如果這一打是 打過去 如果他對方 他旁邊就會收到 Gayway就會收到 他就回他 他下的招式 哪一個弄的 回他 哪一個弄的 打出來 他就要回個A 他回個A 之後我這邊 Gayway 我這邊弄的 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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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字的話 另外一個 送出去的話 他還是知道 哪一個 哪一個弄的 送出去 他回他 所以他 這個 每一個弄的都可以 圍到 圍到 電位的 資訊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我們的 通過SNR 我們可以透過SNR 我們可以做一些 中台的 Data Rate 調整 可以更整理等等 那我們希望 讓他更完美 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 介紹 感謝 我們今天 先 TOSA 跟 Heading 30 的主場 就是 最後一場 我們明年 可以有更多人來 自己投稿 然後 我們可以有更多人來 多分享 可以在裡面進行 然後 現在給大家自己 剛剛自己的一個 掌聲鼓勵 然後就是 今天就辛苦大家了 來幫大家掌聲 謝謝 謝謝